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凡是治愈,都是自愈 一起来听 网上流行一句话 时间能治愈的是自度的人 深以为然 到了一定年纪 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真正地感同身受 能将自己从黑暗带到阳光下的人 往往只是自己 作家刘亮成曾说过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血 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 孤独地过冬 所有治愈,都是自愈 在如今焦虑遍地的当下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一颗能自我愈合的心 不卑不亢,不慌不忙 以合适的节奏自在生长 佛不度人,人自度 王增奇在《人间草木》写道 我念的经只有四个字 人生苦短 因为这苦和短 我马不停蹄 一意孤行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容易二字 在生活中 看尽人情冷暖 尝遍酸甜苦辣 这是人生常态 但一个人的心境 却是在生活中汤出来的 在时间中磨砺出来的 曾听过一个故事 有人问佛 佛有智慧 为何不将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为何不来度我们 佛说 我救不了你 人是未来佛 佛是未来人 人只可自救 自救即可成佛 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 都是我们一个人在独自经历 有些心情 有些无奈 除了自己 谁也不会懂 静静地崩溃 慢慢地治愈 或许才是 现在成年人的普遍状态 可是总有些人 在人生路上 无数次摔倒后 不用谁伸手拉起 就能自己独自站起来 从不哀怨 也从不严苦 韩明威在《永别了武器》说过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到后来 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自愈 是人生的必修课 面对突然而至的暴风雨 不管用哪种方式 只要穿过了暴风雨 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拒绝焦虑 放过自己 人生总会想要完美 但人间事总有不如意 当你觉得人生无解时 不妨正视每一个眼前的生活历程 努力地活在当下 人生一成有一成的快乐 别为他者焦虑 放过自己 踏实地做好当下的事情 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 《武灯会员》中记载 有一位原律师问大猪禅师 和尚修道要如何用功 大猪禅师说 饿了就吃饭 困了就睡觉 可是 每个人不都是如此吗 这有什么不同吗 大猪禅师答 不同 有的人吃饭时 百般思索 睡觉时辗转反侧 千般计较 人生苦短 世事无常 如果处处较尽 日子必然疲惫不堪 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快乐的生命 其实很简单 只需两个秘诀 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 和一颗自我疗愈的心 不管眼下有多难 都不必泄气 日子一天天过 吃一碗饭 喝一杯茶 睡个好觉 人间有味是清欢 用认真生活来治愈所有 在一切变好之前 我们能做的 就是耐心点 努力点 生命就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受伤 痊愈 再受伤 再痊愈 我们要学会 做自己的治愈者 万事终将如意 很喜欢一句话 山海自有归期 风雨自有相逢 一难平 终将和解 万事终将如意 我们这一生 会摔很多跟头 流很多泪 也会走错许多路 爱错一些人 但最后 终会慢慢自愈 走得越来越远 喜剧之王里 刘飘飘指着前方说 前面怎么这么黑啊 什么也看不见 尹天愁对他说 也不是啊 天亮之后就会很漂亮的 前方依然黑暗 只是天尚未亮 太阳尚未升起 我们须做的事 等到天明 便可以看风景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 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 所有失去的 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那些我们在意的事情 纠结的地方 放不下的人 可能多年以后 回头再看 根本不算什么 你放不下的人和事 岁月终教会你轻描淡写 相信美好 人间值得 春生夏涨 秋收冬藏 清晨日暮夜晚 岁月公平 但有些希望 是自己给予自己的 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 才越有可能接近幸福 而今 又是花开的季节 愿我们都能努力盛开 好好活过 无需缅怀昨天 不必奢望明天 认真过好每个今天 于华在文程里写道 人生这道题 怎么选都会有遗憾 所以 就把心掏出来 风风补补 一觉醒来 又是信心百倍 活着就要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自度是能力 度人是格局 睡前原谅一切 醒来便是重生 一定要相信 只要活着 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人生本来就是一路艰辛 一路芬芳 撑过去了 就是柳暗花明 也许你也遇过挫折 有过失去 也许你还在挣扎 咬着牙关 那么请你相信 会好起来的 眼下的难只是一时 那些迟来的日子 一定闪闪发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